罗德曼上星期为庆祝朝鲜领导人 金正恩的生日而打了一场表演赛 罗德曼星期一在北京机场对记者说 他对不能帮助被朝鲜当局监禁的 美国传道士裴俊浩获释感到歉意 裴俊浩被朝鲜当局判处15年强制劳动 罪名是企图推翻朝鲜政权 罗德曼还为自己的朝鲜之行进行了辩护 让我们把一件事说明白 到朝鲜去不是什么坏事 我热爱美国 无论如何绝不会拿这个做交易 但是我希望让世人知道 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也可以有一天 就只一天不谈政治 罗德曼和其他前NBA球员访问朝鲜 并将此行称作篮球外交之旅 因此在美国遭到很多批评 罗德曼为自己访问朝鲜辩解 声称此行是为了打开通向朝鲜之门 这位前NBA全明星球员还说 他不是去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讨论政治的 而且他把金正恩称为好人和生平好友 美国国务院和白宫强调 罗德曼访问朝鲜是无意之举 跟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